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缅甸瓦邦新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1年1月5日上午11时至1月6日上午11时 邦康城区全员新冠肺炎核酸检测 5634人均为阴性 全邦累计检测11148人 其中邦康城区累计检测24531人 蒙波县累计检测86617人 邦康城区确诊病例0例 蒙波县确诊病例0例 全邦累计确诊病例153例 死亡0人 邦康累计确诊35例 蒙波县累计确诊118例 全部确诊患者已由 中国孟联志愿团队医疗组 配合瓦邦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组 进行隔离治疗 2021年1月6日 邦康在治患者35人中 第二次病毒核酸复查转阴12人 蒙波在治患者第二次病毒核酸复查 14人转阴 治疗效果明显 其余患者仍继续接受治疗 副表 时间 2021年1月5日11时至2021年1月6日11时 邦康新增确诊病例0例 蒙波县新增确诊病例0例 全邦累计确诊病例153例 特此通报 瓦邦卫生局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组 2021年1月6日 连日来 我邦北部地区疫情的消息牵动着全邦军民及社会各界的心 根据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总指挥部的指令与部署 1月6日凌晨0时整 从邦康城区各大医院出调的近百名医护人员 即来自邦康地区各机关各部队 约1500名干部职工与部队官兵迅速集结完毕 并准时布防在邦康地区的34个检测点 立即投入到紧张有趣的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中来 凌晨 夜幕之下临近10度左右的寒风中 在各行动组负责人的指挥下 各组参与的工作人员 有条不紊地来到事先拟定的布控范围内展开相关工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在各组参与工作的人群中 引人注目的当述身着防护服 担负此次裁剪工作的医务人员 同时也有执行小组班子成员 各机关各单位的党员干部 普通职员 又是新业行动 又是紧急集合 而在每个检测点外围 记者还观察到参与活动最多的 就是被我帮各族群众亲切誉为 人民子弟兵的 瓦帮联合军官兵的身影 以往每次的行动中 都离不开我军战士们的冲锋陷阵 而此次活动中 与医护人员们并列奋战 在抗议一线的 仍然是我们可亲可爱的 联合军官兵们 和司法系统干警 据了解 为开展好此次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参与并担负此次核酸检测工作治安 协作等行动组的成员们 均来自总参谋部 总部警卫营 及邦康地区的各部队的官兵们 根据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指挥部工作安排 自本月6日凌晨临时整起 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指挥部将利用三天时间 对邦康地区居民和所有人员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由于在活动方案实施前 瓦邦中央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高度重视 及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指挥部的精心安排 并提前向社会发布了公告 6日清晨 记者在各核酸检测店均看到 广大居民们积极配合 主动前往 工作人员们也分工有序地投入到工作中 医护人员也正为前来检测的人员依次进行采样 在检测现场 可以看到来自邦康各大医院的医护人员们 身着防护服 戴着口罩 护目镜 依用一次性手套进行采样 居民们按照要求做好信息登记 排队等候检测 现场的工作人员及时对场所进行全面消毒 同时要求前来检测的人员做好个人防护 戴好口罩 并在入口处严格控制进场检测人员数量 不断提醒民众保持距离 排队等候 以防止聚集 减少传播风险 一位刚检测完毕的市民开心地对记者说 接到工作人员的登门通知后 我们家的所有人员按照要求来到了检测店做完检测 我们也更加放心 相信在联合党中央和全邦军民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会很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组长兼此次行动总指挥赵埃道表示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 有利于从人群中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 早隔离 早治疗 广大民众应保持积极心态 科学认识 理性应对 按照疫情防控执行小组指挥部的通告和各行动组的通知 在规定时间内到所在区域内指定检测场所 按照五人一组的要求有序进行采样 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 共同做好此次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本次检测工作启动后进行之中的六日上午 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也面向全体居民及社会 再次发布了一则紧急通知 发布的紧急通知郑重提醒全体居民及流动人员 核酸检测工作启动后 核酸检测组工作人员将会到各户人家 动员到各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 请各位居民和流动人员积极主动配合检测工作 检测后回家要自我隔离 严禁外出 为配合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 此次正开展的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方便首辅邦康地区全体居民 接下来本台再次播报 瓦邦工商行政管理局于上月24日发布的一则通知 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通知 瓦邦各广大人民群众 由于我帮疫情情况越来越加重 很多商户都关门 不愿做生意 市民也不想出门 为了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日常蔬菜的购买 由蔬菜批发商与快递公司对接 配送 这样就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同时对我们疫情防控工作起到一定的效果 蔬菜批发商与快递公司不得抬高物价 一经发现或收到举报将受到罚款处理 特此通知 联系方式 举报电话159-1129-1900 151-2565-2553 蔬菜批发商 陈康 138-8819-7222 东盛 157-5826-9991 龙正容 159-8796-5251 配送服务热线 帮龙鸿太 157-5820-9408 183-8799-2463 快答配送 135-7797-9200 182-8796-7585 瓦邦多多配送 139-8793-1329 瓦邦工商行政管理局 2020年12月24日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瓦邦新闻就您播送完了 想获取更多的瓦邦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搜索并关注瓦邦新闻局的新浪微博 和瓦邦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瓦邦之音 随时收看最新的瓦邦新闻动态 分享至手机平台 掌上瓦邦 网上瓦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